大家好,我是梁毅,欢迎你们又走进我的频道,梁毅带你游中国看世界。 今天我们在读汤诗《游中国》里面讲一讲中国的五大名山吧, 大家都知道,首先是冬月泰山,冬月泰山是我们大家特别向往的地方, 首先我们在去泰山之前欣赏一下唐代的大诗人杜浦书写的《望月》。 杜浦在这首诗里面写的《会当临街顶,一览众牵扯》这两句话呢,写得太好了。 杜浦写这首诗的时候是24岁,他从洛阳到了山东,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长河中,泰山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, 在古代它的名字很多,有什么冬月啦,戴山啦,泰月啦等等, 春秋时候呢,就改为泰山,自乎以来就有天下第一山之称。 在我们海外华人华销心目中,气势庞博的泰山, 就跟宏伟的万里长城一样伟大, 登陵泰山呢,就如同我们登上长城一样,自豪和骄傲。 泰山在山东省的泰阳市,它在这个七路大平原的上面, 南面呢,是孔子的家乡,曲府, 北面呢,就是这个山东省的省会济南, 东面呢,就是浩瀚无边的大海, 西面呢,就是这个奔腾不息的黄河, 它属于这样的一个位置, 所以说是泰山是中华民族的这个象征, 也是中华华夏的这个文化的之根, 东方的保护。 在世界文明史上呢,也占有重要的地位, 1987年呢,泰山被世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, 命名为世界自然文化遗产。 中国历代很多,这些封建王朝的这个皇帝也好, 还有以前春秋战国时期的那些军货也好, 他们都喜欢到泰山去进行这个风扇大典, 凡是来此山的, 他们都认为是泰山安,四海皆安的说法。 由泰山产生的名词呢, 在我们日常运动比比皆是, 什么稳如泰山了,国泰民安了, 泰山压顶了,五岳独尊了, 泰山背斗了,泰山施赶当了,等等, 可以说很多,就连我们平时称呼妻子的爸爸也叫岳父, 为什么叫岳父呢? 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, 相传在唐玄宗,李隆基去泰山祭拜的时候, 他的活动是由丞相张岳来主持, 张岳就把他自己的女婿姓郑, 悄悄地也带到山东去了, 他女婿本来是个酒品芝麻小官, 后来拆开这个活动之后呢, 在一次宴会上, 他把他升为了四品官了, 这一下子点跳五级啊, 因为这个张丞相嘛, 就通过他的这个权力把他升职了, 这个当时呢, 大家可能都知道, 在这个唐代时候啊, 或者在历代的唐宋元明清啊, 他的官服啊, 就很分等级的, 而唐代的这个酒品芝麻官呢, 这个颜色很浅, 很淡, 结果呢, 这个他的女婿一下就当了个四品官了, 穿了衣服颜色就很鲜艳了, 结果这个唐宋忠在跟大家吃饭, 就发现了这个姓郑了, 哎, 所以你这个衣服怎么变颜色了, 你升官啊, 后来闹了这个姓郑的这个女婿呢, 哎呦, 就忐忑不安了, 旁边一个大臣呢, 就为了打冤场, 就说是借助了泰山之力, 后来唐玄荣呢, 就这个姓赵不宣了, 就是明白这个事了, 所以这个姓郑就蒙奉过关了, 后来人们呢, 就把这个妻子的父亲呢, 就叫泰山, 泰山是五岳智长, 所以转化为叫岳父, 或者叫岳藏等等, 由此可见, 这个泰山啊, 这个几千年来说, 对中国文化的印象之深刻, 在我们中华文化的历史成果中, 泰山的影响和威望, 无论是在中国国内, 还在海外的华人华销心目中, 是极其重要的, 我经常有我们朋友在一块的时候, 聊到泰山的时候, 他们都问我, 说李总, 或者李老师, 为什么在中国的五岳里面, 是哪五岳呢, 冬月泰山, 西岳华山, 南恒山, 北越恒山, 还有中越松山, 在这五岳里面, 泰山不是最高, 可能华山最高, 然后是恒山, 北越恒山第二高, 泰山属于第三名, 才1545米, 但是他为什么不是最高, 他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崇高地位呢, 包括孔夫子都说过, 就是说, 登东山而小鲁, 登泰山而小天下, 这个是孟子在论语里面, 记载着孔夫子的话, 就说明泰山显示了他的高大, 威额,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五岳独尊呢, 是因为泰山所处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, 因为泰山它有两点, 第一点是地理位置, 因为泰山属于七路大平原上面, 旁边没有大山, 一风突起, 另外就是历代的皇帝, 历代的文人默克都去朝拜泰山, 所以留下大量的名声古迹和诗篇, 泰山自然景观也相当壮观, 形象雄伟, 气象非凡, 具有通天拔地之势, 它的特点是雄, 其, 显, 俊, 忧, 傲, 矿, 几乎所有的好名词, 它全可以给人运用到, 泰山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, 特别融洽了成为一体, 来到泰山首先要参观戴庙, 戴庙古称的冬月庙, 是历代帝王封散大典, 还有祭拜泰山的这个地方, 是泰山最大, 最完整的古代建筑, 它的这个建筑规模相当高, 而且戴庙里面有很多这些壁画, 还有很多宝贝, 都是流传的上千年的, 在这里面要说一说的是, 泰山的天矿殿, 它是中国三大殿之一, 另外两个大殿就是北京故宫的泰河殿, 还有山东去府的大城殿, 号称中国三大宫殿, 如果我们沿着这个泰山东武去登山, 首先要经过的就是戴中坊, 然后经过这个红拱门就能达到万仙楼, 经过这个动武宫之后, 我们就来到了这个中天门, 中天门是个很大的一块地方, 在这里可以坐缆车, 可以直达南天门, 这个缆车是中国在80年代见到了第一条双轨的载客锁道缆车, 上下落差是600多米, 但是只要7分钟时间就可以到达了, 我们以前去泰山, 小的时候去泰山都是要爬上去的, 现在坐缆车又方便又省时, 所以大多数游客都去坐缆车了, 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, 我们也是连夜从代表出发, 就往泰山走, 当时也是春节期间, 正好拿了清代同城派的摇赖的游记, 登泰山祭, 我们一边默默地背诵他, 一边往泰山爬, 当然我们爬上去之后, 苍天不负苦闻心, 看到日出, 喷泼日出, 相当壮观了, 在这里面好多人上了泰山, 看到日出就特别兴奋, 缺越万分, 上面有那个沾鲁石, 那个观日出的地方是最好的地方, 有好几个地方可以看到, 泰山上面特别冷, 要穿那个棉大衣了, 虽然它才1545米高, 但是呢, 那个温差就很大, 我在这里面呢, 要讲一讲, 登泰山呢, 最有名的一个地方叫十八盘, 十八盘作为泰山, 主要的标志之一, 是整个泰山里面最艰难, 最艰险的一段, 它虽然不足一公里吧, 但是要可以上升到海拔, 就是400米, 好多人都会数这个台阶, 一阶一阶怎么数上去, 其实呢, 据好多好事者统计, 是1630多台阶, 当地有个传说是十八盘呢, 就是这个叫慢十八, 快十八, 不仅不慢, 又十八, 所以说有三个是十八盘, 当地下定决心呢, 咬起牙关, 一股捉戒爬上去, 就到南天门, 到了南天门之后呢, 回首你一看, 哇, 那么远路就在你脚底下, 你那个自豪感, 悠然生气, 进了南天门之后, 就有一个天接, 天接一个碧霞寺, 碧霞寺在山顶上是最大的一个古代建筑, 再往前面走, 就走到泰山的最高处, 叫玉皇顶, 在这个地方呢, 我们可以看到, 有个石碑上面刻的是泰山基顶, 另外一行就写的是1545米, 这两个大字, 好多就排队在这个打卡, 站在这个山顶上, 军屋四放, 确实会体验到杜甫书的, 会荡林雪顶, 一览众三小, 哇, 这个荡气回汤的感觉, 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, 泰山有四大奇观, 它叫旭东森, 晚霞西造, 黄河经代, 云海玉盘, 在这里面, 我还要给大家讲一个事情, 就是说, 喜欢书法的朋友呢, 一定会去泰山的那个唐摩牙时刻, 哇, 真的看到这微微壮观的那些大字, 那个, 我喜欢, 李庸嘛, 也喜欢这些文化了, 更喜欢这个文化创意, 我们在去泰山的时候呢, 就想当年, 我们做了一个特别大型的活动, 因为山东省啊, 是中国的旅游文化资源大省, 它有很多节信活动, 什么青岛啤酒节, 泰山登山节了, 孔子文化节了, 还有这个是, 和泽牡丹节了, 维方丰子节, 等等, 据说有30多个节信活动, 我有一年去山东, 去讲课, 正好碰到山东省的一个主管, 那个旅游的领导, 说那个李济老师, 你又来济南了, 我是啊, 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, 他希望, 我来给山东策划一个, 这个文创节目, 后来我想了想山东, 这么多文化创意, 我怎么来个想啊, 但是呢, 这个初次对这个泰山的崇拜吧, 突然想起这个杜甫的, 会当灵爵顶, 一览中三小, 又想起这个唐摩牙时刻, 后来我就哭思冰想, 终于想了一个创意, 叫灯临泰山极顶, 辉豪天地之间, 当年我们组织了新加坡, 马来西亚, 印度尼西亚, 还有澳大利亚, 还有很多世界各地的, 当然了, 山东省旅游局有给韩国的爱好毛笔的书法家, 还有日本的, 他们有的坐船就过来了, 有的坐飞机过来, 当年我们在灿山摩牙时刻上, 就搞了一个大型活动, 当时威威壮观, 为此呢, 我们还获得山东省政府的表彰, 当地的媒体, 还有海外媒体, 都进行了大量的报道, 希望大家有机会去泰山, 感受中华文化, 热爱这些名城大川, 今天我节目就讲到这里了, 谢谢大家, 本期我们就聊到这里, 欢迎大家为我点赞, 分享, 点击视频右下角订阅, 我们下期见, 点击视频右下角订阅,